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腐败的窝案 上到最高法院两位副院长黄松友和西小明被判刑 什么法官集体受贿啊 吃了原告吃被告啊 伪造判决书 网罚裁判 睡漂亮的语律师 集体嫖娼等等 可谓公正不在司法扫地 应该说啊 反腐的会议 法院也开了不少 法官呢也抓了不少 但腐败之火是愈难愈烈啊 中纪委十八般武艺全用上 但腐败的法官们个个都像刘胡兰 事实如归啊 如何清除中国的司法腐败 实现司法公正呢 有朋友说 这个不难 学习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啊 司法独立啊 但问题是共产党他不干了 他非要在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 实现司法亲民 这可不就难了吗 如同一个人骑着自营车 他非要上月球 话说呀 最高法院的周强院长 为这事睡不着觉 成天明思苦想啊 这一日周院长在办公室 想着想着 他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啊 他看见成百上千的人 把一个法用围着 叫了 情绪击了 周院长不知道为什么呀 忙走过去打听呢 出了什么事 一个金瘦的老头嚎道 我女儿被一个红二带 在光天花日之下 玷污了 但法官竟说 我女儿性骚扰 还要我女儿赔上这坏小时 青春审时费 天哪 哪里有公道啊 一个胖女人气得身上的肉瓦子 颤抖 什么法官 狗官 扎了他 人群中有人喊道 空气啊 顿时凝固了 不可 一个模式不样的人啊 淡然喝止 各位 各位听我说 一个法官腐败啊 是个人品质问题 但大规模的腐败 就是制度问题 试问 现在贪官抓得少吗 为什么严打过后 又是犯罪的犯难 所以严刑郡法是不行的 博士啊 慷慨激扬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 快说 众人不耐烦了 我就我也没办法呀 我也不知道啊 博士懒懒的 快滚 滚出去 众人愤怒的 众人的情绪啊 就像气球 一样的膨胀 眼看了就要爆炸 可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一个声音传来 高科技产品 司法清明 一贴零 五年价美 机会难得 大家正是静了下来 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看去 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手举着啊 一个司法清明 一贴零的荒子 他边走啊 边吆喝 总能赶快把这个干部围了起来 干部满面 推笑说 各位 有冤案吗 不急 只要买了我的司法清明 一贴零 保证法官 审理公正 无效退款 可靠吗 总能问道 放心 高科技产品 顶级专家研制 干部笑道 怎么用 有人又问道 简单 特简单 只要开庭的时候 把这个一贴零 贴在法官的椅子下面 就行了 干部说道 多少钱 金收的老头问道 不贵 一贴一万元 干部回答道 买吧 我们凑钱买公正了 众能喊道 一个月以后啊 上述法庭开庭 众能旁听 胖女人在开庭前 就悄悄地把一贴零 贴在了法官的椅子下 果然效果出现了 这个法官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审案不仅认真 而且正义昂然 众能啊 都恨不得鼓起掌来 高兴啊 高科技就是零啊 干部得意的笑着 一个月又过去了 法官再次开庭 并当庭宣判 众能心里啊 叫神清气爽 心想只带法锤一落 坏小子就被绳之以法 司法公正就到了 这个司法亲民一贴零啊 哎可真不简单 但令众能所料不及的是 法官尽让这坏小子当庭释放 而被侮辱的女子却以诽谤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执行三年 众能哗难 这女子啊 当天就要撞墙致尽 受老头气的当场啊 不省人事 博士是满嘴刨英文啊 胖女人拉着干部就要拼命 众能把这个干部就围了起来 干部也满脸的羞红 说别急 我跟厂商联系 我跟厂商联系 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总人都死死的盯着干部 眼睛都红了 时间呢 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走着 大家都静候厂家的回应 这时啊 干部的手机响了 干部忙跑到房外去接电话 半个小时以后干部走了进来 低着头抽气着说 哎呀各位啊 厂家回话了 说一贴灵啊 确实对法官有疗效 但目前呢 只使用于西方国家 因为他们的法官是独立的 但中国地区不行啊 因为法官说了不算 目前厂家与病情 获得诺贝尔的专家呀 对中国问题进行集体公关 但毫无进展 有两个专家实在想不出办法 已经羞愧的跳海了 退钱 胖女人喊道 应该退啊 但我已经捐给了灾区 如果要退我也只好跳楼了 干部说完啊 就往窗户前冲 重人忙拉住他 这时啊 瘦老头醒了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手无主导的跑了出去 边跑边唱 中国司法 嘿 九十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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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疯了 周强院长也醒了 看来用高科技啊 解决司法公正这条路 走通 第二天啊 周强院长又开始 激烈的讨论着司法改革 这群人呢 哎 很奇怪 还是昨天梦里的那些人 那个金瘦的老头啊 大声的朗道 我们能够让宇宙飞船送上太空 难道就不能消灭司法腐败吗 现在是刑讯逼故 制造冤假错案 法官贪赃亡法裁判 老百姓立案难 审判难 执行难 处处都难啊 胖女人咬牙切齿的说 现在的法官真他妈黑 没有良心 吃了原告吃被告 继承法院的法官吃黑 可能是缺钱 但最高法院的院长 难道也缺钱吗 干部痛心疾首的 整个会场啊 人声鼎沸 群情积分 但是大家始终找不到一个 如何让司法清明的办法 这时博士大声喊道 诸位 诸位 大家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 真的脸红脖子粗 昨天呢 还有两位老兄 激动的心脏病发作 现在正在抢救 但恕我不尽 诸位的建议啊 都是隔靴搔痒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继续吵下去 只会白白的浪费时间 他的话 正是激起了重怒 大家喊道 你有什么好办法 赶快说出来 否则滚出去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脸红了起来 快说 快说呀 众能其教 不是我不说 各位 我怕大家啊 接受不了 因为我这个办法 他有点猛 他蓝蓝 自语道 别卖关子了 说 大家吼了起来 博士 环顾四周 见代表们愤怒的盯着他 他知道如果不说啊 他们一定会杀了他 他一摇牙说道 取消法院 由政府领导当法官 回到我国的司法传统中去 中国古代不是行政司法不分吗 民事刑事案件不分吗 县太爷把金唐木一拍 大吼一声 声含 下面的牙翼齐声含 多庄严 多气派呀 他的话一说 众能哗难啊 面面相须 不知道如何应答 因为这一招的确有点猛 倒是那个金兽的老头 跳了出来 说 对呀 我们就应该继承我国的 优良司法传统 现在不是提倡小孩子 也读古代经典吗 我们之所以司法腐败啊 就是因为全盘西化 什么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什么司法独立 结果弄得一滩糟啊 对 就应该走我们自己的路 古代现任的乌纱帽 多好看啊 两个刺一动一唱 多有趣啊 胖女人 懒了 这时啊 干部走了出来 他环顾四周 然后缓缓地说 博士说得有理 回到传统 一是我们只需要一步法典 不像现在 民法刑法诉讼法 叫汗流冲动 不知所云了 二是审判公开 当庭宣判 不像现在暗箱操作 三是当庭处罚 拉出去脱裤子就打 不像现在还有什么法律摆条啊 四是死刑犯九卿会审多么民主 并且死刑秋决多么环保 不像现在舆议反响一大 法院把罪犯拉出去就逼 来个展立决 干部说完 大家都鼓起掌揽 说得好 说得好 各位 但司法腐败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啊 一位年轻人喊道 没文化 借鉴明朝朱元璋的做法 对贪官啊 无论受货金额大小 一里八皮四重 请问天下还有贪官吗 不是 不屑已顾得道 金瘦的老头笑道 哎呀 不愧为博士 就是金辟 但脱裤子 打屁股 对男人比较合理 但对妙龄女子 的确有点 舍不得下手啊 对对 如遇到色狼就麻烦了 胖女人喊道 各位 打屁股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染 有的人屁股长期不洗 建议用一次性的棒子打 干部说道 对 还应该擦点酒消毒 总能挨到 于是 代表们就如何打屁股 特别是如何打美女的屁股 讨论的热火操天 但始终达不成一致 博士急了 双手一挥喊道 sorry sorry please be quiet be quiet 我们就司法改革表决吧 好 大家应道 一会儿啊 表决结果统计出来了 代表们一致同意 博士的建议 恢复我国的法传统 取消法院 由行政官员行使审判权 行政权啊 与司法权合日为一 并且判案时 官员必须穿法袍 戴乌沙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alez唐 extrapol 难捐 得 operating 根捐